观点 农业废 农村穷 农民苦 他们是知道的 之所以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原因 可惜都是骗农民的 有谁关注 其实中国农民的人权被践踏更持久 这是农民的痛苦根源 这是个非常有良知的观点 我经常讲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 是没有条件去讨论任何国家的人权问题 也没有条件去讲别人 歧视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当今社会 最大规模的歧视 和人权迫害 就发生在中国 什么东西 就是农民 农民 早年的户口问题 就是农转飞的问题 中国有系统的 它不是偶发性的 它是系统的 针对农民进行歧视和压制 还有剥削 这是二元经济 中国的二元经济叫城乡差别 他自己也讲 但他没有讲到问题的根本 中国的城乡差别 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大规模的剥削农民 大规模的歧视农民 大规模的剥夺农民的权利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 是以10亿人民 的这个生活在痛苦当中为代价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共 中共 就说 很多 最近白宫在研究 到底是讲中共这个种种种族灭绝罪呢 还是讲他反人类罪呢 其实用反人类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 这不是反人类是什么 你说对中共对待农民 难道还有其他更准确的描述吗 就是反人类 所以 中共是最没有条件 最没有资格去讲别人的人权状况 好 好 谢谢观看